首先John代表特區政府和我本人向你衝心出行 昨天是一個很順利的選舉 也是高票當選 時間過得很快 由你離開政府總部和政府司司長的工作方位 不過是一個多月 但我都留意到你都覺得是有一個深切的體會 我相信對於未來你帶領香港施政都是非常有悲意 我首先是非常多謝行政長官 在我當選翌日安排時間 等我有機會和行政長官見面 的確是的 我離開了政府一個月多 所經過選舉的洗禮 的確是有很多體會的 我亦都很多謝行政長官 安排了候選辦的辦公室和人員給我 近來就立即去工作 所以是非常感謝 今天亦都特地我知道行政長官是資格安排 給了機會和你見面 所以衝心感謝 因為今次行政長官選舉是延遲了 換句話說 籌組班子的時間又是壓縮了 所以我和特區政府一定會全面配合 有甚麼需要我們做 你都去讓你和你的班子 在7月1日能夠順利就任 我們完全是會全力以闊 但是都要看你的意見是怎樣 但是時間真的很拼命 儘管我們現在有個非常之配合 來都很支持的立法會 但是每一樣的政府的提議交給立法會 都要給他們時間審議和通過 所以我們已經籌備了一個時間表 稍後兩個辦事處要落實 來討論到一個爆炸的推進 這個我又再次表示我的謝意 行政長官在這方面 其實已經上到很周到的 不同的計劃 我也都看過初步的一些細節 好多謝你 稍後大家可以加拿一下意見 也都到爆米湯 我們今天會來好吃 好 感謝